丙嫂是德云社公认最漂亮的嫂子 第一次丙嫂分享和烧饼在一起的视频 都有粉丝评论 这是女明星和她的素人老公 近日丙嫂再次刷新了大家对于丙嫂颜值的认知 5月20日丙嫂晒出双马尾照片 不少网友表示完全看不出来丙嫂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身材保持的真好 又是羡慕丙嫂的一天 丙嫂的颜值是大伙公认的高 当初王九龙给烧饼当伴郎时 烧饼就给王九龙发了不少丙嫂闺蜜的照片 说是要介绍给她认识 王九龙当时就指着照片中的人说 丙哥我我觉得这个挺好 拿成翔这个人就是丙嫂 我呢就说我说那个弟弟不白当伴郎 你看你嫂子边这些闺蜜 有好看的到时候给你介绍一个 当时啊我就把他们闺蜜聚会的照片 我就给王九龙发过去了 我说弟弟你看看这个 王九龙看了半天 哎哥哥我就觉得这个姑娘挺好的 我兄弟那个是你嫂子 丙哥和丙嫂在一起时 常被网友调侃是美女与野兽 丙嫂不仅在颜值上高过烧饼 在学历上丙嫂更是碾压烧饼 你嫂子学历高 说是学历高 其实就比我高那么一丢丢 我是初中二年级没念完 我媳妇是伦敦大学的硕士 烧饼用实力诠释 什么才是人生赢家 别看烧饼的学历和长相方面差点意思 但是找了高学历一个白富美的妻子 虽然丙哥在学历和颜值方面没有胜过丙嫂 但是不得不承认 丙哥基因的强大 两个孩子的长相跟丙哥像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一样 在基因方面 丙哥完胜 丙嫂还想挣扎一番 却不成想遭到粉丝们的无情嘲讽 改变老朱家的基因重任 也只能落在烧卖和饼干的身上了 作为极高学历与美貌并存的丙嫂 相信许多网友都想知道 她是如何看上 站在院子里能把狗吓一跳的烧饼 她说实话 可能大家会说 她长得不是很帅或什么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她很帅 因为我喜欢眼睛小男生 我也觉得她很有魅力 很迷人 包括她的性格 包括她的各方面 我觉得都是与众不同的 对我来说 所以呢 我为什么会喜欢她 在丙嫂的眼里 烧饼是与众不同的 有着独特的魅力 虽然是王恋 丙哥第一次见面 就已经被丙嫂的美貌迷住了 并且非丙嫂不娶 就没聊两天呢 我就给她发微信 我就说 我想娶你 她也挺了 好的 没过多久 两人就见了家长 没想到 见父母的环节 烧饼却遇到了阻碍 被岳父泼了一脸的啤酒 聊着聊着呢 他们老头 拿那啤酒 啪啪啪就破我脸上了 虽然出现了一段小插曲 但是两人 还是成功的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不得不说 丙嫂很有眼光 两人婚后的丙哥 对丙嫂 可以说是百依百顺 也甚至包治百病的道理 时常还会送上惊喜 如今丙嫂 不仅有一个疼爱她的老公 更是有一个好婆婆 这个就是我今天早上 昨天晚上我看一个吃播 她做了 然后我说 哎呀我太想吃了 我就跟 早上我就给 我妈看视频 然后她就给我做 丙嫂和婆婆 根本不像婆媳关系 反倒更像母女关系 烧饼则是那个上门女婿 除此之外 丙嫂还有两个贴心小棉袄 烧麦不仅长相像像饼哥 性格上也是暖男一眉 丙嫂肚子疼 烧麦进来跟丙嫂聊天 本以为她是想出去玩 实际上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 如今丙嫂不仅有百依百顺的烧饼 还有宠爱自己的婆婆 更有两个暖男儿子 这么幸福的家庭 相信丙嫂也会越来越漂亮